為何男人總是好色 連女人又遲遲不肯做愛呢? 支持還是反對? 男人用下本身想的 那女人呢? 女人用大陸想的 那就不肯做愛了 我很認同前面的部分 普遍的男性都好色 但女人不一定是遲遲都不肯做愛 如果很早會做愛 那女性都好色 女性肯不是源自於好色 源自於愛 我好色的定義是negative 活屎、屎屎、屎屎的人 就是好色 我明白了 地鐵、影人、群體 通常都是男人 對呀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現在 TG 全部都是男人 我們分享一些照片 交通工具上 遇到的漂亮東西 男人去看或者男人去拍去發佈 對呀 那很少女人群都會發佈這些東西 男性 容易一點 因為視覺令到他們有性的衝動 那女性就不會這樣 內念一點 她想但不做出來 對呀 結構上面 男女都有反應的時候 男手一定是看到的 對 對 對 但是女生你不會看到的 女生是感受到的 你又是否認為 男性在性方面 沒有那麼挑剔彈球就手 女性比較多顧慮 我跟她會不會有長遠的法治 會跟她發生性行為 男性是只要顧慮這些東西 書好認同的 男生當然有這個生理需要 你直接一點 我解決到就可以了 自己都可以解決 對呀 但是女生想得比較多 對 父母教育 那麼容易就跟人家發生關係 你就很隨便 很便利 那問題是傳統是怎樣來 這張圖就是一個研究 問大學生 三年內你願意交往多少個異性伴侶 男性呢 三年內希望交往九個女朋友 三十六個月 四個月就是一個 找四個月要換一次話 有趣的是 我未拍拖 我打算四個月就會換話 女性都會的 都是三年 就是兩個 問到你一生人裡面 想要幾個伴侶 男性是二十個 一生人裡面二十個 那又不是很多 也有很多 那即是去到某個年紀 她就定下來了 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啊 我想聽女生 會不會反轉多很多呢 女生一生人大概是五個的平均 你會看到男性和女性的取態 是很不同的 是不是就是因為男性天生、色色 從生物角度延續下一代 是 而紅性呢 是負責播種 而女性呢 就是負責人欲下一代 但我們人有思考能力和情感 大家就會去選擇 而性這件事是必須的時候 其實你是要尋找優質的人選 我要生一些高智慧的小朋友出來 那我就找一些高智慧的人士 因為個人要的東西不一樣 剛才這個研究呢 找出很大的男女的分別呢 就是需要性愛的時間是不同的 男性是急於和多個人性愛 但是女性呢是會需要觀察 然後出境 隱智呢就是女性就會保守一點點 隱智這件事是什麼呢 原來呢 就跟我們精子和卵子的尺寸有關係的 你沒有讀理科 但是你一定知道 卵子是比精子大大大 大很多 這個科普一下 人的所有細胞是看不到的 是不是 就是肉眼看不到 唯一一個肉眼可以 尺寸大到可以看得到呢 就是卵子 我突然想到一些很恐怖的 如果你精子很大 你便吃了一顆 卵子 我好害怕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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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其實呢 精子和卵子呢 就是我們叫配子 兩個配子結合就會引用下一代 配子早先的年代 有很多不同的尺寸 我們呢 慢慢呢 就篩走了一些 不是太大又不是太小 就是中型尺寸的 有一個動物呢 他交一些配子給你的時候 如果他那顆配子 是動不了的 他去不了你的身體 所以去你的身體那些 配子呢 是需要很小顆 移動速度很快的 即是現在今天的精子 而有些配子呢 就越來越大顆的 因為為什麼呢 越大顆呢 你知不知道卵子這麼大顆 裡面放什麼的 背胎 不是 它沒有背胎 它引育成之後就是背胎 是啊 但是你本身這麼大顆的卵子 對著這麼小顆的精子 這麼大顆的卵子 你知不知道裡面放什麼的 糟了 作為女性 不知道 我很愧疚 不要緊 不要緊 你吃雞蛋 是 雞蛋裡面放什麼 蛋黃 還有 蛋白蛋黃 沒錯 蛋黃就是它本身的生命 蛋白呢 是它的營養來的 哦 就是 卵子製裡面有營養 大部分都是營養來的 哦 那當營養越多的時候 小朋友 即是新生命 嬰兒 有多些營養 可以發育 越大顆的配子 又繁衍下來下一代 中型尺寸就被人細掉了 造成我們 就是 紅性的精子是極小顆 痴性的卵子就極大顆 這個差別之後 怎樣影響我們 男性和女性行為呢 男性呢 因為製造的精子很小 所以成分很低 對 你們說的 全量是有限 你省著洗啊 哥哥 你只有那幾罐的了 哈哈哈哈 有三百億多 我真的經常似著自己 幾百億才行 什麼神經病 男性在一段很長的時間裡面 都還有很多可以洗的 嗯 我曾經看過一些結構的分析 卵子的數量是 fixed 的確 如你所說 龍子的製造是有限的 嗯 而且你一出生的時候 沒多久 製造了出來 以及已經固定了 大概是多少呢 當十歲啦 以計一點 十歲 當十歲 以計一點 十歲 然後那些人呢 比較多幾年 五十歲 平經了 十歲去到五十歲 即是四十年 四十年乘十二 是 四月八寫得四 四十八 四百八十 四百八十 哈哈哈哈哈哈 是 四百八十粒 是 是 你多極就是五百粒 男性一次射 真是不知道你幾個萬倍啦 OK 男性的子彈特別多 我可以亂用 所以呢 男性的策略就是 盡量去過多一點做 女性呢 就是反過來的 我就不敢亂來的 因為呢 它粒粒卵子呢 都很珍貴 今天順便跟大家說說了 那我們看看見歷史世界紀錄大傳吧 一群最多的男人的數量 他有多少個子女 沒有事低啊 你猜一下 三十個 三十個 給多個機會 你猜少了嗎 五十個 五十個 我再給個機會 你猜少了 不是吧 八十個 八十個 好啦我開估呢 你一段時間都猜不到 世界紀錄大傳 最多下一代的男人 是 最少有1042個 為什麼用最少呢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他數一數一下 數到他後來 撇除了女兒 而不數 第二 他就是 有點腰節了 他就是 數到七八個兒子之後 他覺得不數 我真的數不到 他生到多少歲啊 資料沒有說 他最後一個兒子是多少歲 因為他肯定自己都不記得 那好啦 下一個就是關你事 經紀錄大傳 女性生到最多的兒子 兒女 有幾個 有五百粒卵子嗎 但是你生不到五百個 我當然知道 你生一個就沒有了十個月 我可能是一年一個 每年生產 當是豬 我當十歲開始 可以有寶寶 就去到五十歲 我已經有四十個 我就猜四十個 即是你跟我說 去生雙包胎 我都沒辦法 沒錯啊 這個也是雙包胎來的 華人二十七次 生了六十九個兒子 其中有一些是六 多包胎來的 多包胎 人都是這樣生的 人都是這樣生的 但是豬還豬 豬還人 好嗎 還有 六十九個 你看到大家的差距是很遠的 其實男人和女人都是想有一個 多一點的下一代 還有健康的下一代 這個未必是真的我們現今人的心態 但這個是潛移式基因賦予的 這個其實是保護人的一個機制 嬰兒一出生就會吸奶 你不需要教他 不需要寫書 基因一定要賦予他這個功能 那我就給你第二張圖看 和兒性結識了多久之後 打算做愛的 紅色線這個就是女性 藍色線這個就是男性 其實一開始已經有不同了 我們在這個水平線0 以上就是我願意教願意去做愛去交配 然後下面是教不願意的 那女性呢 頭一個小時至頭一個星期 教傾向很堅定地 負三的差不多去到 剛剛想認識的異性去做愛 那男性一開始一小時 其實她的不願意程度 都不太低 只是負一而已 你稍微突破一點 再性感一點 她頭一個小時就失陷了 一個星期之內 她已經是 就傾向願意和這個異性交配 嗯 女性要起碼等 沒錯 五至六個月 三至六個月 那段時間才算是OK 那你很明顯看到男性 那條線高很多 在任何時間都高很多 嗯 女性是後來的時候 才會上來 因為結識越來 容易願意和你交配 因為精子和卵子的尺寸不同 身體結構不同 剛才提到懷孕的成本 為了安全地 身入蟹代區的策略 就有些不一樣 女性的祖先 選擇了用大的配置 是 那營養在這裏 責任就在女性那裏 這個也是不好意思 我也覺得有點不公平 我覺得這個不是公平不公平的 如果說這個真是一個結構上面的東西 那你總會有一些 大家負責的東西都不一樣 即是你上班 就像這裏 輕輕負責找到很多資料 然後她也負責搞好一些Panel 即是每個人的崗位都不一樣 沒錯 多補了很多東西 明白了 男女的身體結構 卵子精神 所以 總結出來的 就是 男人的色情 是真是天性 是真是天性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不要怪男人的色情 如果不是對著陌生人 對著自己的另一半就好跌了 那這個靠後天的教育 我們今天有個主題 就是男人總是要好色 而女人 就遲遲不找做外 大家又怎樣看呢 那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好嗎 那記得 like我們的影片 和share 給你們身邊 都很有興趣知道 男女的性慾不同 是的 那個分別 是的 打後幾集 我們科學研究男性女性思考行為上的不同 記得like我們的Facebook follow我們的IG 下集再見 拜拜